我们看到蔡政府的预用外媒 英国的金融时报又报道了 这次报道 蔡英文总统3月30号 在纽约发表演说 且接受美国智库 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 那当然这个部分 一定会出口转内销 一定会大内宣大外宣一番 不过对于蔡英文 要和麦卡锡会面 是在加州会 不是台北会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事实上基本上 国务院已经病掉了 他们用台湾高阶官员过境 用过境这个字眼 而不是用访问 那普莱斯强调 符合美国常年政策 和台湾强健非官方关系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是什么新突破 完全符合基于 美国一中政策的现状 所以感觉起来 美国务院已经定调 完全淡化在降温 所以蔡麦会这个低调 不管是不是假低调 可是目前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吉利不要刺激北京 那我可以说在 打2020这一局 小英试图要 放弃某种程度上放弃抗中 或者是淡化抗中的调子吗 但是搭配了这个外交部长 吴钊燮呢 他又在旁边放火 他接受了这个澳洲广播公司专访 里面谈到台湾以民主自豪 不为选举过程激烈竞争 政治竞争 但中国无所不用其极 企图操控或影响台湾大选 台湾必须提高警觉 严加防范中国 利用总统大选来声势 所以吴钊燮还是在抗中保台 而且这个一个半黑脸 一个半白脸继续下去 但是蔡英文呢 降温蔡英文的低调 目前该给他按个赞吗 凯翔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我不敢在大师面前多讲什么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抗中保台这件事情 你说民进党有没有放弃 说要在2024年总统大选 操动抗中保台这件事情 当然有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 有一点点理智 还有警惩的理智 是知道说你在主观上面 你不管怎么样 想要操纵抗中保台 但是客观的形式 已经超乎你的能力所能掌控了 这就是我小孩想开大车 但是你有这样子的心思 你有这样子的意愿 你有这样的动机 但不代表你真的可以开得下去 在上一次裴罗欣女士来台的时候 那个解放军军演 真的军演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最后我们就只能缩着头 当作没看到 你也不要看 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了 那所以这种事情 如果一而再而三的发生 再一次围倒军演 在选举前夕的时候 你要民进党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场军演呢 你要继续要大家讲说 不要抬头看 飞弹就当作不存在就好了 还是怎么样 既这个海军的舰艇 空军的战机不要升空 不要去对峙 那就没事了吗 这个选举来说并没有加分 所以我是民进党的操盘手 我即便心中想死了 如果能像2019年 在抗中保抬这四个字 就打赢大选有多棒 可是终究是我必须要承担说 承担说我有没有能力去应对 说他可能引来的风险 那显然民进党现在 是还有一点理智 是知道说自己不能应对 所以他才会想要办法 想要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降温 可是你说他会不会 在这个好像2024整场选举 他就不再讲抗中保抬了 这当然也不可能 只是说你投资越大 风险越大 所以麦卡锡先生 如果来台湾访问的话 他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他有可能得到很大的收益 但他同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但是相对其他比较小的 风险比较小的 投资比较少 然后获益比较小 但风险比较小的 会不会不断地层出不穷 一定会啊 访美啊 演讲啊这就是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用这种方式去看待 接下来这一年会发生的事情啊 那对大概就这样 好那因为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呢 很多像齐珍珍网友就说 那蔡英文在美国演讲也要大字报吧 还有网友Me Lobs 都说读稿机提醒他要记得待 好这个部分我先请教这个张静老师 怎么解读 我想基本上来讲蔡英文总统 他对于演讲的能力 以及处理语言的能力啊 这个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对不起我中文不是讲得很好 这已经闹出很多笑话 但是呢一个这个政治领袖言语表达能力啊 他虽然啊这个比较差一点 其实并不就是影响他真正治国的能力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美国有很多总统 或者说甚至其他国家有很多政要 他讲话有时候会有结巴 有时候会有这个就是说不是那么口舌淋漓 但是对于啊只要脑袋清楚 基本上治国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呢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抗中保台啊 究竟是这张牌啊 民进党会不会聚在未来的中央公子啊 这个大选之中 这就是明年的年初 这个中央公子人员选举之中继续打 有两派的讲法 一种是说狗改不了吃死 这个东西啊绝对啊没有办法 就是说那是一个无法压抑的冲动 他就觉得这个也是有效 另外一种的讲法就讲说 原来啊假如是说在这个叫做 大家这个认为说有一个标准公式 就是跟台北跟华盛顿的关系接近 引来北京的反弹 然后呢这个这个对着台湾这个东西 以强力放松就会要刺激这个政治票旁 然后有利于吹票顾票 但是这里头很大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面对 美国一直有所谓以美论的存在 原来以美论是1.0版是说 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担心美国不来这边帮助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讲的弃台论 所以这边以美论1.0版 就对于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诚意 来力挺台湾 所以就这个一直有这个叫做怀疑 那绿营的操作就是尽量去操作 它是力挺台湾是如何如何 可是现在的以美论2.0从这个去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大家慢慢感觉以美论的2.0版是 基本上美国是巴不得这个地方发生战争 然后去这个就是把我们当作炮灰 或者马前出去推入火坑 这就是为什么尤其是去年的8月 这个Nancy Pelosi来访之后 整体的情势的变化 所以绿营之中比较有势之势 就在考虑说今天它过境美国 如此的高调究竟能够获得什么 那也有人讲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假如说刺激这个政治票房 未见的能够 因为Nancy Pelosi来访之后 在11月26号大选之中 显然没有发挥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去加温去这样做的话 对于明年1月13号 因为今天的投票日期刚决定 明年1月13号究竟是有加分作用 还是减分作用 我想我们应该要忘记了 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想法 第一个赖清德 对不对 你今天究竟是巩固你最后的 这个就是票房价值 希望留下一些政治工业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我 要不出来选的是我 到时候是这个 到时候伤害的是我的票房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也跟一个将心比心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麦卡锡 麦卡锡今天来见这个蔡英文 原来说是要来台湾 你要这个操纵你的 这个好的媒体朋友这个金融时报 放了半电话 最后出来弄得很狼狈 对不起我只有心动 还没有行动 对不对 放了一个鸽子 现在你又放话 然后又来这个伯鹏又 这个彭博又这个转述 说这个我这个确实有要这个见面 但是有没有见到他本人出来 答案是没有啊 这个很可能也会放鸽子 所以这个等于说 这个场景已经从他来台湾 退缩到 你知道这个在美国相见 对不起 假如美国众议院议长 在美国都不能随便去见人 那不是美国不是整个脸丢大的 所以究竟是这个就是 你说蔡英文还有可能放麦卡锡戈子 在美国 不是放麦卡锡戈子 就是说你今天放了这些新闻 到了最后又出来否认 因为当初那个金融时报 出来报导的时候 全国没有一个人相信 只有我说对不起 你要看最最后要看怎么讲 我经常是扮演那种乌鸦的角色 或者说希腊神话 有一个这个女神叫Kassandra 她讲的都是实话 就是没人相信 所以那天啊 这个中天来访问我 这个第一件事情我就讲说 对不起这不是出访美国 这是过境美国 你知道当时很多人 这网路上一群人善笑 结果呢 国务院这样说了 国务院发言人还是比较挺我 没有去挺这1450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究竟今天这个是谁来见谁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是菜卖会 我觉得让我感觉有点像卖菜会 这个卖菜会的话 还不如能够去买蛋会 因为我们现在缺的是蛋 你去卖菜有什么用 你知道要当然去买蛋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 这个假如没有成交 协议没有成交 然后呢这个商议啊 这个条件没有成局 就不会成局 那你真正啊 到最后也不可能成行 所以他去了那边 那麦卡锡就要去算 我今天见到他政治上 有没有加分作用 对于我整体而言 有没有啊就是说 我的行程能不能排得出来 即使他今天在加州 他要从啊这个就是华盛顿DC 飞过去他也要时间 那问题是他能不能排除 所有的这个行程 然后到那边专门去建 建完之后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这个Nancy Pelosi 建完之后 在美国的政治政坛之中 基本上是负面评价 那我想政治人物之中啊 这个最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你老狗不知道玩新把戏 换言之也就是说 人家Nancy Pelosi 去台湾搞这个事情 你假如照样学样已经是够难看 结果你现在还退缩一步 搞的质感在加州界 你想想看那不是更难看吗 所以与其这个样子没有加分 还不如 因为你这样做显然你是连 那个Nancy Pelosi的档次都还不到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认为麦卡锡会不会去建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转述 不到他当面出来啊 这个来讲 我认为这个都还有很大的变数 不过对民党政府来讲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在2024这一场选战当中 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主旋律 主旋律是不是调子会稍稍的淡化一点 不会这么强化了 主要是因为不想一直让国民党 再继续提款啦 我们来看到这个两岸直航这件事情 因为国民党立委林思敏日前咨询的时候 指出邱泰山上任的时候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他曾说两岸春暖花开 但如今没有春暖花开 陆方是开放团客进出 释出善意来了 都是台湾方面没有任何表示 邱泰山说呢 对方并没有开放台湾人到大陆自由行 应该先去除政治因素 还有这个陈建仁院长也说 对岸老是口惠而使不至 好话还说得很硬 结果就在昨天突然之间下午4点钟 要召开记者会 陆委会宣布了即日起恢复 10个两岸定期航点 和13个包机航点 就是10加13这个方案 而且确定将在清明节前 开放小三通客运中转 发言人罗秉承说 这是我方提出的善意回应 希望加速协助两岸交流 我就请教兵格 为什么突然之间大转弯了 因为在2月初的时候 是大陆方面先抛出了两岸直航 台湾自己一直卡在政治 没想到在昨天3月9号陆委会才接球 所以是在这个两岸较劲的部分 我们想要拿到这个主导权吗 同时之间代表蔡英文 她想要释出善意 有些人解读说要降低一点 她访美的后座力 我先讲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吗 就是普莱斯她其实这一番讲话 根本就已经打脸了昨天台湾一大堆媒体 昨天台湾一大堆媒体不是说外交大突破 怎么那种手势那个什么 蔡美娃 结果普莱斯直接告诉你 这不是什么突破 而且说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啊 不是什么 我老实就知道 对啊 所以你看得出来 其实现在不是蔡英文要降温了 是老美要降温 因为老美认为说 其实我告诉大家 也不是老美这么善心觉得说 希望两岸之间何必 她完全不是这样想 她现在的想法 老美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到最后过错 不要归在我身上 也就是两岸之间发现任何冲突 其实老美都非常乐见 但是这个冲突的发起方 不要是我方 也就是不要让国际社会认为 是台湾先去挑衅她了 老共被迫做出回应 她不要有这种感觉 所以挑衅还是要挑衅 但是不要很明正挑衅 用这种方式 所以现在一方面降温 可是呢 你看 如果说真的想要降温 台海两岸之间的关系 其实照理来说 美国应该是 要麦卡锡跟蔡英文 更不要毁灭 也叫蔡英文你不要来 那可是为什么要叫蔡英文去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我失出参议了 我已经没有叫麦卡锡过来了 我是叫蔡英文过来 那两个人会面 会面当然有很多种形式 因为刚刚老师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如果他们是很高调 大家开联合记者会 共同发布声明 那基本上跟麦卡锡 直接来台湾没什么两样 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两个人只是 Hello nice to meet you 拜拜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要看他们会面的层级 是什么状况 而去定 那目前还不知道 那可是呢 对蔡英文来讲 其实蔡英文 大家不要去想说 蔡英文是不是要 对对岸事务参议 蔡英文没有这个资格 为什么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现在这个不是由她做决定 这个是由老美做决定 美国爸爸在做决定 美国爸爸叫她干嘛 蔡英文只能听 蔡英文现在就是个傀儡 负责被操纵而已 美国爸爸叫她去美国 你就乖乖来 叫她去哪里 你就乖乖在那边等 我派谁来跟你见 你就负责见她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她没有决定权了 那陆委会这个东西 抱歉我 虽然这是我的阴谋论 我认为这也是老美受益 不要忘记 前两天 也不过两天前 陆委会他也在告诉你说 对 因为中国大陆 没有善意的表示 他没有开放自由行 没有开放团客啊 那他没有对等回应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开放啊 对 那结果突然之间 自己就转完了 对啊 而且转完了 很突然 对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如果中国大陆 你要知道 现在连美国都准备 对中国大陆开放 那其他国家更不要 日本韩国 一个一个都要开放 对 那如果只有台湾一个 卡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变成台湾是在搞意识形态 蓄意针对中国大陆 所以我认为是 美国人的意思 就是认为说 你现在 你这个也不要搞得太明显 你就稍微放 那 老共如果不来的话 你们就可以做文章了 他目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大家真的不要以为 是蔡英文的意思 蔡英文没有任何意思 他是一个行动读稿机 请他注意 这是他委义会的事情 老师 我觉得啊 还要从另外一个 从经济的角度 来切入这个事情 两岸的航点 在这边 假如说今天不开放 我们要想到两岸之间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航空市场 可以吸纳他多余的运量 但是我们国内 华航 长荣以及相关做两岸飞航 服务这个航点之中 他现在把飞机夯在那 然后呢 没有其他的市场可以弥补 天天他也要养人 也要维护飞机 你想想看 这样子 而且他牵动 我们有多少的航空服务业者 因为这个无论货运也好 无论客运也好 这个就是无薪休假有多少 这些你假如党在那里 我讲党整个民进党 这个所有政策之围 就是一句话 有票不 对不对 假如今天硬生生的用这个事情 让自己爽 挡到了票谁都受不了 而且不要忘记 我们航空业者 他的政治的动员力 以及他就是相关的从业人员 你必须要让他活水 现在他已经从2019年 一直夯到现在 你再摆 而且你不在这开放 对不对 你没有让他这个顺利开始辞业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 而且现在 我们仔细讲 这个春暗花开开始 有多少航空工业 不是 有多少航空企业 已经在招新人 这些人马上都要玩训 你玩了之后 你到时候你不让他上班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一切入 你就知道 这边陆委会有承受多大的压力 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 他原来名单之中没有青岛 现在刻意加上青岛 我可以保证你青岛台商协会 一定被大陆查清楚 到底他跟绿衣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们两岸之间的现实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绿营的 整个的决策都是政治的扭曲 但是你现在开放了这么点 我要讲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假如你的客员 你开放的是政治主观的意愿 假如你的客员 你的这个营运的状况没有办法支撑 到了最后开了也是白开 也会关 所以我应该觉得 他应该在宣布的时候 应该留下一句话 我们要随着这个客运量 以及真正市场的需求 将包机转为开放成定期的航班 假如定期的航班 这个客运量不如预期 或客货运量不如预期 我们也会把它降格成包机 但凡事都要留点余地 民党政府抗中很硬 但碰到日本就腿软 日经新闻的事件争议 其实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不满 还有舆论踏伐 因为他报道了 台湾有九成退伍军人到大陆 卖情报来牟利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总部也只有表达遗憾 外交部也说希望争议到此为止 我们看到宣布要参选总统的 王建轩院长 他说这件事情 我们的总统有大声谴责吗 如果是这样 台湾老早就被卖掉了 对 在我们民间很多的声音 都希望这个日经新闻能够道歉 但是呢 日本媒体人石板明夫 他说针对日经报道内容 我不方便评论太多 但对于这件事情 他觉得台湾政府的反应 有点过于激烈 他说对于一个外国媒体的报道内容 如果你认为他报的不对 发一条澄清声明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出动总统府 国防部 外交部 退府会等部门一起去逼对方道歉 如果对方拒绝道歉 那么丢面子的反而是台湾政府 动不动就要要求媒体道歉的做法 我认为值得商榷 听到这 国防榜邱国正不高兴 很不高兴 他呛回去 他说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尊严 还要管这个 太过了 开箱 我不知道石板明夫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其实我一直都一直以来 我都不明白他在 他在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如果是一个驻这个新 这个日本媒体驻日的 驻台的记者的话 他有什么资格上台湾的政论节目说三道四的 他到底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那个媒体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难以理解 甚至于说他长期在公广集团下的华视 跟另外一个这个英籍中国人叫做汪浩的 长期还有他石板明夫 就几个外国人整天在议论台湾 而且议论台湾的方式都是在攻击在野党 帮着执政党攻击在野党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 这什么意思啊 公广集团的公广集团开了一个节目 然后呢让外国人来批评台湾的在野党 这种垃圾电视台 赶快收一收好不好 就是霸占52台的华视啊 如果2024正党轮替华视必须要改组 必须要把这些人全部赶走 开这种节目的人 跟在这个节目里面寄生的这些 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乱七八八的外国人 通通赶走 通通赶走 你不是我们不是反对外国媒体铸台 但是外国媒体 外国媒体铸台 或台湾媒体铸外 也有自己的奋计吧 你怎么可以随便妄议人家的政治到这种程度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是说 日经新闻这件事情有过分吗 这台湾反应的力道有过分吗 那根本就要胡说八道 包括我们 对不对 张老师 他就是共谍之一好吗 九成共谍 就已经讲到他了 我泄露深等机密 封城三十年的是不是 对 他就是被讲到九成共谍这种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那所以严正的抗议这件事情 是刚刚好而已 严正的抗议 那你日经有道歉吗 你没有 你表示遗憾 你说我采访的消息来源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们 我知道你们不爽 好了就这样了 我有采访消息来源 就是这样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们外交部立刻跑出来 又教训自己人 差不多了吧 可以了吧 哎呀你已经遗憾了 已经这样子了 那他觉得这样吞了吗 你各位可以接受吗 你各位可以接受吗 我们当然要争一个 觉得有公道 或是觉得说你这个道歉 要符合符合那个比例原则 这根本是莫名其妙 这种从新闻专业的角度 也很莫名其妙 对 你怎么会写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害人听闻 惊悚的内容 然后你可能采访的消息来源 当然我们不能逼记者 去公布消息来源 但是这个你有没有多重的来源 去证实你的说法 你看来其实也没有 你就只是写这样东西而已 那哎 你这个报导出来的同一天 刚好这个日本动作片女星 陶乃木香奈 他来台湾宣传这个游戏 难道我可以看到说 我看到陶乃木香奈 我就说日本 日本九成的女性 都是AV女優吗 就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你就想说 如果我们今天台湾媒体 报了一个这个新闻 日本人会不会抗议啊 同样的你这样随便乱说什么 台湾退降九成是共谍 九成都去大陆接受招待 大部分人都会提供情报 那这个力道 抗议的力道 不是由道歉者决定的 是由应该被道歉者决定好吗 所以我觉得分两个层次 第二层是我觉得 其实我并不觉得 日本的日经新闻的回应的 他又是OK的 他真的就只是在打发我们而已 对 然后呢再来就是 石板明夫先生 你是什么资格在那边大放厥词啊 你凭什么在公广集团的节目 寄生在里面 然后公广集团 虽然说华氏说 表面上说自负盈亏 但华氏的奶水就是 就是我们各种标案啊 那你在里面去领这个通告费 等于间接也是领我们 纳税人的钱啊 你是什么咖啊 所以我对 我觉得好不好 石板先生 真的 我是很看不起他的 对 老师你怎么看 就被污蔑成 也被污蔑进去嘛 对不对 去中国贩卖情报牟利 而且还不准生气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不是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解释 那个日文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他讲说是就是 有九成的这个就是退伍军官 访问过大陆 其中有些人 这个有曾经犯下过 这个叫做出卖情报的事情 而不是有九成人出卖情报 那个日文的翻译已经有我们的 日本问题的专家讲 所以那个翻译的错误 我觉得是国内某绿媒啊 他的刻意的误翻 而日本呢这个就是日经啊 他这个懦弱到不敢讲说 那是你们啊误翻 而是讲说他是消息来源 因为我再讲一遍 那个日文的翻译啊 是有问题的 任何的日本的朋友 而且我明天也会跟一些 日本朋友啊见面 我的日本朋友啊 就明白的讲说 这根本啊 他是你们的啊 国内的媒体啊 翻译的问题 那国内的翻译的问题呢 这个就是说 那个之所以会引起啊 这个我们大鹏主委 用啊这五字经啊 去啊向这个问候啊 别人啊 其实呢也是因为 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 假如今天啊 我们今天有个媒体 今天石板弥附说 你们反应的太过了 如何如何 那假如说今天我们这个 讲说这个叫日本皇室 有人啊跟人家这个 婚外情意外通奸 然后呢日本皇室 你们看你反应太过度了 如何如何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呢我们究竟啊 泄露情报 究竟有哪些情报的泄露 假如今天泄露情报 是这个就是 我们蔡英文总统啊 这个博士论文 以及深等论文 那个因为最高机密 封存30年 到了大陆那边啊去啊 泄露 我认为这个啊 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也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 什么样的机密 你知道就算泄露出去 这个万一现在有个人正自首 我就是把这个泄露出去 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呢 因为为什么你要先办解密 然后才确定他能不能去提供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机密 我们在台湾啊 对于很多的机密的认定啊 已经到达非常荒诞的地步 那今天对于这些报道啊 媒体的翻译啊 也是啊离谱而且离奇 而且这个石板民夫 你身为媒体人 你自己啊本身啊 就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第一要清查来源 要有可信来源 第二要做平衡的报道 对不对 我们要提出了这个要求 除了对他表达我们的愤怒 也希望他做平衡报道 请问日经有没有做 答案是没有 对不对 而且啊他去挑拨这些啊 就是说刻意的情节 说是这军中大部分都是外省人 是如何如何 我想要提醒一下 这个跟日本呢在抗战期间 我们啊台籍啊就有人啊 是上将 三颗星的上将 他目前啊 大家到台中 新竹的公园 就可以看到周虹上将 所以说哪有在抗战时期 我们就有 我们黄埔建军的时候啊 也就是后来的民国的炮兵三杰 黄国书将军 他当时就是啊这个 从台湾 然后去念保定军校 然后到日本去啊受训 而且当时就是黄埔军校 创校式的教官 所以我们呢真正来讲 哪有什么外省 我们再讲一个更啊 就是让大家可能啊 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统计数字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现在啊念 陆军军官学校的 从民国五十几年开始啊 哪一个省级人最多 当然是台湾省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只要有一半人呢 本省级的在念这个 就是军官学校 另外有35省分了50% 你想想看 是不是很快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以前啊 在大陆上有七个分校 对不对 大家会发现 七分校因为他设在西安 所以陕西三西的省级人最多 所以他今天他设在凤山 所以很自然的 啊本省级的人 老早就已经是在 所有陆军官校毕业生 历年来统计 早就是得第一名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在想啊就是说 大家很多人在这上面 要去做文章 很多人啊对于啊完全啊 这国民革命军啊 建军的这个军事啊 并不了解 所以凭着某些人 持官 而且我更要再讲一个 非常不客气的话 日经啊你究竟是找到 哪一个人呢 给你要提供这个讯息 他可以讲说 有90%的退伍军官到达啊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去 我们今天讲一个事情 我们中华民国的出入境啊 记录只有证明有人出境 嗯对不对 你如何来证明 有90%的外审军官 然后曾经出境 而且你确定他到达大陆 你这个资料只有哪里知道 对不对 你能够把外审军官出境 然后入境中国大陆 这几个东西加起来 有谁有这个能力 没有任何一个啊 你不要讲说个人啊 连啊政府单位 都没办法把这些资料凑起来 嗯嗯 不过在这边 因为这是陆军官校校友总会 呃总长罗继琴透露 近期有多个退伍军官 脸书社团号召 500名的黄埔校友到中国旅游 参加黄埔建军99周年活动 好那校友总会提出严正警告 说这个活动不是他们主办的 所以要大家呢 特别小心 容易陷入中国统战的阴谋 退伍会主委冯士宽呢 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 他是非常的震惊 多次直呼 不会吧 更说他本人没有受到邀请 坦言对这个部分不是很了解 但对于中国要举办黄埔校友会 他也直呼 那留在那边的应该是投降的吧 明哥 哈哈 这个是不是投降就要看你怎么想 哈哈哈哈 没有我来解释一下 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陆成立的所谓 黄埔军校的校友会 是包含黄埔军校原来的后人 他的子女 然后这样来做 他是一个重要的统战的管道 而且呢 为了黄埔百年的就是校庆 已经做了五六年了这样子去招待 然后希望去做这个 但是呢成效一直不好 对 但是问题是你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你还要利用这个事情去大做文章 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本来啊就是一个军校就是各种的这样搬来搬去 然后也有这样去传承 但最重要是精神在哪 你知道我们今天讲这个时代化 这个祖庙在哪儿虽然重要 可是问题是 你去看看妈祖的祖庙 对不对是在哪儿 或者说大道宫的祖庙在哪儿 但是香火鼎甚至是在台湾 对不对 对老师讲到这个我又说 因为最近的军中出太多事情了 在金门的二南岛 我们看到有阿兵哥神秘消失 这位陈姓上兵 3月9号早上6点点名没有到 就赶快通报失联 他们说这个岛不大 真的是地毯是搜索 但还是找不到人 国防武邱国正说 目前只知道就说枪械弹药没有短扫 但他拿了是钱包和手机 那他的爸爸呢 也已经过去了解状况了 军方是说 这名上兵在管教方面很正常 也没有办法排除是否跟债务问题有关 那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游到对岸 因为有可能啊 他说目前没有任何讯息显示 那在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龙泉 新兵训练中心呢 发生了枪支掉包事件 这个是点45手枪 营长要求干部去购买生存游戏用的玩具枪 来狸猫换太子 还是已经退役的后勤军官爆出的 说掉枪是去年的事 长官逼迫要担责隐瞒 但我不愿意服从随后就被调单位 而且退役了 另外一方面呢 是陆战队的T91枪支也遗失了 那同样这是在去年6月就发现短扫 但迎上士官害怕被惩处 完全不敢向上乘报 所以执行定期淡泄检查的时候 只能在督导官 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拆下来 检查完的步枪枪击赶紧再装上 蒙混过关 那同样有事官良心过意不去 整件事情才爆发 那我当过兵的很多人第一时间听到说 这很正常啊 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就是外行会看到说 这哈啊 军机废驰到这种地步 那这样还能打仗吗 这不是军机废驰 这是优良传统 国军一直都是这样 事实是这样啊 这个吃烧饼都有掉渣的 我承认有这种军机的事情 也确实是存在 你知道 但是寒冰凶啊 闪冰装甲冰 有谁打得过谢寒冰 没有啦 其实过去一直都有这种现象 那很多长官因为 大家都是为了怕难看嘛 因为到时候万一被查出来 你枪子有出现问题 有掉了或干嘛 这个长官可能都要被寄过干什么 所以他为了怕这些麻烦 就干脆就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包括高庄检一直都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蒙混过关的 那这一次这个为什么被捅出来 就是有人不爽 因为被这个营长整嘛 整了之后后来他退伍了之后 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那我觉得捅出来没什么不好 捅出来就是表示 让长官正式军队中 一直都有这种现象 赶快去把这个现象纠正 那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 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在哪里 你知道 因为这个 他这个枪去遗失其实很久了 而且这个枪根本本来 就是要太粗的枪 那我觉得 部队应该是 现在要转化成 因为过去 大家如果记得 洪仲秋事件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洪仲秋在那个旅 后来人家不在他那个后山 那个坑里头 那个湖里头 挖出来一大堆东西 就是那时候学长埋的 因为给学弟用啊 因为万一你点 点的时候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 一定要刚刚好 所以多了就把他埋在那边 少了再把他挖出来 下次再来用啊 就是这样 一直以来都有这种 应付了事的办法 我是觉得军中 应该是反过来说 不要每一次都是这种东西 我就要严厉处分干嘛 而是应该是鼓励大家 你要确实的数量 确实的数量才 真正有意义 才能够评估自己的战力嘛 其实你看俄罗斯这次打 乌克兰为什么那么辛苦 俄罗斯帐面上的军武储备 是全世界最多 传统武力而言 就为什么这次打了乱七八糟 看起来弹药也缺 装甲车也缺 什么都缺 我跟你讲肯定是 冷战结束之后 就是前苏联解体 一直到战争这段时间 这二三十年的时间 他们中间那种 根本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停留在帐面的数字上 掉的东西已经一大堆了 很多被人要偷去卖了干嘛 什么都不见了 所以那些数字全部都是假的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 有可能会面临战争的危险 大家希望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 我们拿出来全部都是账面数字 然后兵根本连个枪都没得用 这样还需要敌人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与其你严厉去处分这些掉枪掉什么 不如是反过来鼓励他们 把真实的状况赶快回报 让大家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 而不是让这些人 每一个都心生恐惧 完了我掉这个枪 我可能这辈子没办法升官 或是我可能会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要改变这种心态 那邱国正呢 抱歉我一直觉得 他的心态是很怪 像前两天不是发生那个兵 没有肉吃在海岸边那边写杀的 邱国正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要去查 为什么心理素质这么差 他检讨官兵 他就先去检讨这些士兵 然后我觉得这种心态 其实还是已经过时了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 两批将军啊 对啊 这个我讲真的 所谓心理素质差 这个我跟大家讲的故事 以前我们曾经 因为这个台风一下吹到左营 我在这个马公休船 就搞了半天 这个左营很多船吹坏了 叫我们临时出去顶 临时出去顶 跑了七天 然后呢发了一个电报来 说对不起 那没有兵力阶梯 你知道 来帮你加油加菜加水 你知道 然后那边架好了高栏 然后呢加好加油管 他说好我们现在预备传什么 这边啊 那个答了三句话 长寿长寿长寿 你知道所有烟都抽完了 你知道 所以心理素质缺弱什么 你需要叫那边没有烟 你才试试看 我是建烟建了很多年啊 你知道那时候别的没有 优先立刻把长寿烟过来 你知道 真的啊 我这跟你讲实在话 以前不够配烟的啦 现在没有了 不是那时候已经抽到 大家都在卷老鼠尾巴了 因为临时被这个抓去啊 这个就是顶这个任务 你知道 请问你 先传肉先传菜 长寿长寿长寿 可是肉吃到了啦 肉已经送过去了啦 而且呢 这个陆军司令已经登岛道歉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现在 就二胆失踪 这个兵友人说 他是不是去对他买肉 还没回来 没有啦 我觉得这个 我真正在担心呢 是第一 能够带钱带手机 不会去游过去 那个机率较低 是是是 因为你带钱带手机 游过去干什么 是啊 我们现在怕是他万一啊 就是在哪个地方失足 是怕出意外 不是 卡在礁石里头 然后两个月之后再浮起来 这个是有可能的 海黄鲍鱼干杯 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出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想有折扣哦